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尊夫人》 《边缘》 虽然是房子破得这个样子 又进水又淹水 可是它总是我住了50多年的家 虽然住新房的应该是高兴的 可是我高兴不起来 非常舍不得 对 非常舍不得 这样隔天啊 二奶 编曲 因此 不可能 他们已经被风吹走 散落在天涯 这是我们眷村的一个巷子 现在这个巷子已经拆掉了 我请了一位台湾很有名的画家 叫杨青生 把他画下来 然后作为我们永恒的纪念 也希望我的孩子知道 我们都是从眷村出来的 接下来各位看的一个纪录片 是我花了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去拍摄的 当初拍这个纪录片的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我太怀念我的家乡 这个眷村呢 全城眷村差不多都像这个样子 都有这么一个巷子 然后好像都有一个大榕树 你别看这个榕树上面有几个破椅子 这破椅子很重要 有些呢就是这个眷村的妈妈在那边啊 为我们长大啊 为我们吃奶啊 为我们吃饭的地方 也是眷村爸爸在那边啊 谈一些国家大事的地方 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 那个时候眷村的姐姐啊 哥哥长大的时候 带男的朋友或女朋友回来的时候 眷村妈妈都会在这个地方 然后看他们这样走进来就不讲话 然后走过之后再 张家长一家短 非常非常让我怀念的地方 这个纪录片拍了这么久 然后现在把它简介完成 在后面纪录片里面 我们所想表达的意思 莫过于我们总是认为 眷村子弟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我们经历过中国近代史上 一次大的民族迁移 然后我们住在这个眷村里面 这么多户来自中国各省 来自各省的人 然后有各省的民属 我们非常有幸活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现在把这个纪录片给拍摄下来 然后让我们的第二代 第三代第四代慢慢地看下去 就知道眷村文化 跟眷村第一代人是怎么来的 住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面 大家如何共生共存 经以这个纪录片 来纪念我成长家乡 家义地建国而存 民国38年 一群跟着国民党 来到台湾的军人 跟他们的眷属 其中一部分的人 在政府的安排之下 就来到了嘉义 岸的军种跟军街 就被分派住进了建国二村 那时候的建国二村 有479户 是由空军总部客难新建的 82户是接收日据时代 所留下来的大房子 共有561户 大家这样子是热热闹闹 吵吵喳喳喳的 是住在一起 一转眼 50年就过去了 所谓的时代进步 对于眷村而言 似乎只停留在某一个阶段 就没有继续跟着台湾 再继续成长 淡泊的株立巴 已经没有办法成为眷村的屏障 村子里高挂的广播系统 在过去经常可以传出各国各地不同的乡衣 后来 乡衣的种类是越来越少了 狭窄的巷弄 也不负当年的吵杂与热闹 只剩下老人们的交谈声与孤独的背影 过去横跨在马路上方 有如万国旗的亮衣神呢 也只剩下稀稀落落的衣物 一张张老旧的照片 记录着这一群远离家乡 从游子成为居民的历程 他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结婚 因为定了 因为那个韦中的爸爸呀 奶奶 他奶奶呀 跟他叔叔啊 都到我们那个韦中的就叫爷爷了 叫六爷爷 就到我们家去 那会儿我跟王伯认识了 就到我们家去 说结婚也来不及 马上要撤退了 条件也没有那个结婚的那个条件 因为我们两家的生活都不是很好 普通人家的生活 说也没有那个条件 说那什么 就是说现在撤退很急 说共产党要来了 说你们那个意思 就要撤退了 跟着军队撤退 就说带我走 那我本来我母亲 我父亲都不答应的 那我哥那会儿还在军队 他不在家 就说不答应我来 不答应我来 然后就紧讲 好像那意思就是 王伯那会儿就说 我不来他也不来 那不来的话 那要抓回去的话 就好像说是 就很麻烦 那会儿就说开小车 叫开小车 说要开小车了 说好像就说 抓回去会怎么样 那会儿像 我父亲也是军人 也是从前也是军人 好像我父亲就知道这个厉害 就是临阵脱逃了嘛 你那个要 好像那个 你这当兵的开小车 这是罪很大的 是吧 就讲的 我母亲就讲的意思 那那个伟东他爸爸也就是 他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 那我母亲就想让一儿子 待会儿为了我女儿不走 她不走 她犯了法 说我们对人家也不好意思 就结果这样子 才让我离开 才让我跟伟东他爸爸 我们就过来了 过来来到这儿 我想不到这儿的生活更糟糕 更不好过 那哪里还有 有钱说结婚是怎么样呢 反正就 就等于是在大陆订了婚 没结婚就来了 我就是来到台湾 那会儿我母亲 我我连走的时候 我母亲说我一句话 她说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 你要想着给我写信 我好知道孩子 我知道你在哪 所以我到了嘉义 我就马上往北京写信 那我妈就接到我这信 我就告诉她 我在什么什么地方 那我哥哥就凭着这个地址 找到台湾 找到青森典院 隔壁那房子找到我 您是哪人呢 我是北京 北京人 南园的 南园的 南园啊 是吗 那您家里面背景是怎么样 家里也是普通人家了 就是上下班的好人吃饭的 也是公务员就是 对对 那您的时候怎么会碰上我们王伯伯啊 我们是就是说他们他们他的哥哥他的堂哥跟日本抗战打胜利了就国民党胜利了就回到北京了回到北京在南园他们很多空军的都自己租房子啊那堂哥租的房子跟我妈妈住一院住在一个院子里头结果住在一个院子里头他这个堂哥就是 慢慢两三年我们就都熟了嘛就是那堂哥介绍的 你们相处多久啊才结婚啊 我们相处没多久 一年多一点 就结婚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是天津人嘛 因为我父亲也是天津人嘛 所以家里家长都愿意啊 就结婚了 说结了婚要走啊 我母亲不太愿意 说结了婚就要走啊 好像不放心 很小 结果我爸爸就讲说 哎呀 都是天津人了 走到哪儿还想着回家了 将来他们还会回来的 结果这一来就五十年了 五十年 信都不通啊 您那时候结婚说年纪多年 我那会儿十九 才十九岁 我们本来说二十四结婚的 结果共产党在后面追没办法了 你怎么会回家 你怎么会回家啊 恐怕都是天津人 那你结婚就到台湾了 结婚了定婚了很久 那就是刚好那天说不结婚不行了 他们要撤退台湾了 就是要来台湾 那就赶紧的临时就说 12月27号就要办 我们好像12月27号 三十二十到台湾的话 就八七天了坐船 从哪儿坐的 从唐姑 就赶紧的办结婚 那我说那怎么行啊 那刚订婚才两个多月 怎么能结婚呢 我姨妈也不敢 我姨妈说这样好了 他们说带台湾来 那说不行 那我们这么大的姑娘 街坊邻居说怎么了 跟人偷跑 说你哪怕弄个三轮车 在我们门口拉出去 让街坊邻居知道一下 是你们接走的 不是跟人跑掉的 您那时候到台湾来 您想会待这么久吗 还是想过两年就回去了 对 那个时候就说先到台湾 在台湾的话玩一玩也好啊 那等这个什么的时候就回去 等这个八路军都走了 那时候八路军都进来了 您那时候以为共产党很快就没了 不知道啊也不懂啊 反正就是上边说什么 我们就听什么吧 反正是跟着军队来嘛 对不对 没想到 你住的是 所以这个房子盖的是 那很简陋的房子 那时候盖的 那小薄的红瓦 那很薄的红瓦 没想到是一住住五十年 五十多年 你拿我们这个第一代 从三十八年到台湾来 一直混到现在 这老总统带过来的 是全世界 这一百多个国家 只有我们中华美国 有我们这批人 还有这个眷村 有这批第二代 第三代是我们带过来的 对 没有一个国家的军人 是干一辈子是这样的 是这样 没有 那时候军方讲求管理方便 就做了一张 这个建国二村的平面图 每一户里面住的什么人 可以说是一清二楚 图里面格子比较小的 你看 这个就代表的是 建筑坪数比较小 是这个军方来台之后 匆忙搭建 格子比较大的 这种就代表 坪数比较多的 这些都是日据时代 所留下来的大房子 大多数是留给 这个飞行军官所住的 村子里面的一条街 就画出空情人员 跟地情人员的住所 那生活的品质 跟物质的供应 正如天与地的差别 但是在那个时代 还是反攻大陆时代 每次到下午的时候 如果在飞行员那边的 官社里面 电话响起 有时候会听到 那种飞行员的夫人 在哭的声音 就代表有人出任务 没有回来 那我们在地情这边 的眷村生活 环境比较不太好 可是有时候 我们会偷偷 沾沾自喜 哎呀 宁可过一点客难 但是却平安的日子 我们所谓的客难 具体来说吧 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 在自己的屋子里面 上厕所 所以那时候 眷村的公共厕所 就变成眷村特有的景象 大伙常常就在 公共厕所附近 谈天说地 也有一些想念家乡的人 在厕所的门上 写下自己的乡筹 成为特殊的 眷村厕所文学 不过要是笔记 被查出来是谁写的 那是真的会抓去关的 那时候 在台湾这整个眷区的 大家经济都不好 都不好 不好也不能说不好 那像吃空勤的 空勤有空勤集结石 就修飞机的 那个有吃空勤的 有吃地勤的 那空勤跟地勤就相差很多 一天一地的差别 那地勤的 那当然就不好 像我们就都是开车 驾驶驾驶员 驾驶室 是吧 那飞行的 那当然他们就赚的多 那时候生活不好 所以说一些妈妈们 会用这些活来挣一些钱 对 那些妈妈大概都是 卖一些什么类型的东西 卖的就像我说的 这是卖伞子了 卖那个糯米的那炸糕了 像大的他们一开始 也卖过芝麻酱烧饼了 卖面卖面了 羊春面了 或者卤点肉啊 卖啊 然后自己研究小菜啊 像白菜腌一腌了 大头菜腌一腌了 什么萝卜干了 自己配配味道了 就是做点小菜卖啊 就是贴补家用 你越卖越多嘛 越盐就越多嘛 就小菜就很多了 那像这辣肉皮 给他煮了 他切那肉皮 拌的这个麻辣 从前就没有 现在反正 肉皮也便宜 自己花点工夫 你做好了就有人买嘛 这就是贴补家用嘛 有的就是上 上那个 东菜市啊 买那个 就是那个批发的那青菜 买来 然后到这 再卖给我们 他多少就是一斤赚 赚一点 赢头小利了 你卖多了 你是不是就赚多点啊 那就就拿那个来补助家庭 孩子成长总是要用钱嘛 而且那时候周妈妈说 他那时候绑粽子 端午的时候 对啊 他种子也是一批一批在卖 对 那个周妈妈很能干 他台湾太太啊 他会做好多菜 好多东西 他什么都买 馄饨啊 饺子啊 水饺他也卖 馄饨他也卖 然后做那么多小菜 卤肉 包粽子 还有那个汤圆 揉汤圆 他卖好多东西啊 他相当能干 公家就这么一间 这么一间啊 每一家都这个地方打个床铺 那厨房就从这儿 到那边就这么一块厨房 这个是院子 这个是院子咯 这后面小龙你记不得 这里从这起啊 这后面是院子了 这是厨房 然后这到厨房到这里 这起就后面也是院子了 这都能自己盖的 这我这是见人家住的 你知道都破坏 都能自己搭 后面就是一个公路了 你看我们的公家 给我们就这么一家可怜房子 就从那个墙啊 到这儿 到那个地方的厨房 这就空地 就这么一间屋 公家那根本间屋 再打个窗户 这就特别 这边就搬个窗户 有小孩和几个人啊 住几个人 刚才他们有两个小孩 这住双人床啊 这一个双人床 这住双人床 这住双人床 吃饭在哪 都在这一块 都这么一块 厕所上公共厕所 公厕所上马路拔回厕所 那时候没厕所 这几年才改啦 哎呦没呀 你去找个厕所嘛 家里吃就家里拿啦 你以前都没有 你都真的都够得很 很扣辣 我跟妳讲 祖母妈怎么会想要做辣菜 我没涉嫌的啊 然后我喜欢弄 你到这家去干的东西啊 好不好 我只想会来 这口味是您自己研究的啊 我自己研究的 我自己弄辣 咸的就下次改代年嘛 我喜欢吃辣的嘛 就做辣 我喜欢研究 所以祖母刚结婚了 那几年过得很苦 很苦很苦那真的非常的苦 我完全靠周伯伯的薪水 我能苦的 我老大是婆妇生产的 我讲起来好 也我现在很没面的 但我现在是有个性的人 不爱讲话 去在家生 生的不行了 难产嘛 正月初六嘛 英里 很冷啊 那产婆说不行 赶快送医院 那周伯伯就去找了 同事开那卡车 把我送到省医院去开刀 那去开刀的时候 到那医生说 救大人小孩没有指望嘛 那我说 我们老公很喜欢小孩 前两年就想抱小孩 那我就说 尽量救嘛 这个破川说 我们的老大紫色的 救不活了 救不活了 后来打个强真身 然后醒过来 我老公抱前面给我恭喜 我人绑了十字架 我手拽进来 我就去催我老公 我这一催不要紧了 我那肠子堵子 通通都冒出来 越雪就变得那么高 因为我那时候是 直不麻醉嘛 我心里明白了嘛 我就去催他 一催 叮出了起来 那护士五六个都不知道 我扔了 机器就吸血 后背马上就湿了 都是雪啊 就吸啊 就喊啊 赶紧就 这个情况是 蒲妈妈 蒲威成妈妈 在我肩膀啊 躺过躺了那在我肩膀 跪了那 看我开刀 一直开到天亮 小孩抱好弄好在玩 蒲妈妈六个小孩丢了家 就陪我开刀 我很感谢她 后来到了十天啊 医生说要出院了 办手术啊 我就跟我老公说 办手术出院嘛 我老公 没有钱怎么出院呢 后来呢 那我怎么办呢 就是我说 那小铺呢 王伯伯啊 他是送那个 明国公中央餐厅的饭店 酒烟他供嘛 那我跟老公说 好了 你写个条 明国公柜台里 叫王伯伯 明年几点钟到厂房来找我 我老公就做得调的 王伯伯来说 谁找我呀 干嘛呀 我说王伯伯救命嘛 他说干嘛 我说我要出院没钱了 你干嘛 我说我婆我生产 他就跟我开玩笑 我再来跟我开玩笑 他很疼我 你知道哪有当呀 我不管 因为他给我介绍好几个很有钱 我不嫁 我说什么都不嫁 其实这是缘分嘛 他就说 你不要坐汽车吗 哪里 给你介绍有钱的你不要 你要跟穷光蛋 开车的有钱吗 不管 走了 走了到门口 王伯救命了 不救不行了 叫老子去找妈妈了 我说他不敢讲话 他怎么来 他说没关系啊 只要几点去 王妈会给你准备好了 就讲到终点到 王妈直接把钱 就可以借给我们 不用了 给你做 我老婆拿回去 给我搬出院 那回来的时候 普卫成他妈妈 每天来跟我们洗澡 每天就在做月子 买一个鸡炖一大锅汤 我现在永远忘不了他 买一个鸡炖一大锅汤 七个礼拜 那我们来的说是冰 那冰本身根本就不可以带眷属的 可是那我那我说王拜拜吗 王拜拜那会就是很大胆 20岁的人他能带三个大口来 带自己母亲妹妹 还有我未婚妻这样来 那我们四个人根本就没有 没有东西吃 他一份军粮 我们四个人也不够吃 因为我们是冰 我们就没有粮食 没有这个眷属的粮食 那到像那个士官了 才有军粮 才有眷粮 我们没有 没有之后我们受了一个训 受了一训就是说 这些兵马上都起大陆来 这些兵就生成这个士 就是上士了中士了 这种这种情受训 受完了训了才补发我们眷粮 那我们有了眷粮了呢 那我们就生活就改善了 就是有粮票啊 油票啊 煤票啊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盐也可以 也是公家发 然后煤啊 油啊 米啊 我们就是有一本嘛 就是大口中口小口 就分开 那然后就之后就有孩子了 就是我们大口领大口的 小口领小口的 那就全都补给的 这些东西就都有了 军人跟军人是这样的 军人饿不死你 可是真的苦得台湾老百姓 真苦的真没米就没米 那有钱的我们比不上 可是你看农村你没米就没米 军人饿不死你 所以苦会苦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很苦 但苦的不会饿死你 可是台湾有很多村 农村是真的饿得 真的家里没粮的 真的有 农村应该有你的 没有真的是没有钱的 真的没有钱 你说有没有地的人呢 他哪来的 不是 我说真的论穷啊 穷到底的到我们倒还没有 那国家还管 还管兵力吃 还有女吃 还有女吃 农村 可是生活是真的 真的不好 到了民国五十几年就好 有一次军人大调心嘛 对 他还记得军人大调心呢 有一次赏一辈 有一次调心 一下调好多 就那一次翻起来的 就那一次军人日子开始好点过 那一次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就大家都很开心 一下涨一辈 我记得 那时候我的观念里面 我的观念里面 我舅舅就是有钱的人了 我舅舅是个卫官呐 卫官 我爸爸就是个士官呐 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卫官就不得了 我舅舅那时候就 我就觉得他很有钱了 其实说起来也就是那个样子 可是觉得 我舅舅是军官就不得了 你觉得可不得了 那像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因为如果说像有些人家 可能多几口孩子出来 那奶水不够那怎么办 那最苦的就是这样子 没奶水的那是最苦了 因为奶粉相当贵 所以还是要去 能比现在的奶粉要贵出十倍的价钱 那会儿奶粉很贵 因为他没有那个东西 他都是外国进口 不晓得是怎么着 反正是小孩没有奶水的 那是太 那更苦那种生活 那简直都要过不下去的苦 就是把钱都花在买奶粉上 对对 然后有没有就是说 比如说孩子给其他的人带了 然后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都是在家带孩子 不可也不可能给人家带 所以那个那会儿的小孩 就是谁的奶足 谁的小孩奶不够吃 就抱的朋友家里的去 就像邻居嘛都是 就是说那你来给我们小孩吃几口 我们小孩饿的饿的叫 饿的哭 没办法 没想买奶粉呢 那就是哪个妈妈奶多 就给吃一吃 所以大家小孩都吃大家的奶 我在眷村的父母 他们管教小孩子的方法 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方式 是不是都是铁的教育 比如说就是打 会打会打 会妈会打 然后都是妈妈打还是爸爸打 不一样 每个家庭不一样 差不多都是妈妈打 爸爸我不知道 我们家是妈妈打 我们后面那个姓房的 卖咸鱼的 他们家是 吊起来打 然后就是小弟做错事 就上 老四做错事就老三绑 然后老三做错就老二绑 然后老大 老大做错就下面的一起绑 用绑的 绑了吊起来打 那时候那姓房做咸鱼 那时候你的印象可以开 大家跟我们说一下 好臭 每天都他们晒在那个房顶上面 那风一吹就吹到我们家来了 所以那时候都好臭 后来就搬走了 他们也很多年才搬走 他们不是为了怕 人家闲他们才搬走 后来生活 不是生活改变了 他们是搬出去 孩子大了以后 不做生意之后才搬的 他们那时候做生意 那个咸鱼就晒在房顶上 然后那风一吹都吹到我们这边 然后他们隔壁一家 在吃饭的时候就会有那个蛆掉下来 那咸鱼会生蛆 还要采那个 采那个梅干菜 房爸爸以前采梅干菜 可是他们家也很和乐 你们看 他爸爸每次一边采那个梅干菜 就跟他们讲 爸爸当初在大陆啊 什么什么事情就讲了 小孩就在旁边听 这王菲菲王妈妈的管教方式 跟村子里其他的邻居 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 其实大同小一只是说 有很多家各种不同管教方式 我们家也没有很特殊了 我们家是妈妈会打 爸爸比较心软 我们家因为爸爸妈妈年轻嘛 讲起来跟我们 孩子都跟朋友一样 什么都说呀 什么都讲啊 我们家 那时候那个小朋友吃零食怎么办 因为没有那些零食吃 他们也不要求那么多 那之后就是有那个 像我们眷区自己自己家里的 把不是这个房子有窗户吗 把窗户开开门开开 就自己摆一点东西来买 就是那种糖球啊 就那种现在也有出来啊 就是现在有出来那种糖球啊 就是小孩买个糖球吃啊 就是这些东西啊 什么那个 像橄榄啦 就是这些东西 和零食很少嘛 有时候小孩闹半天 家里才给一毛钱吧 那会儿说 去买一个糖球来吃吃 也就这也就这些东西 小孩也没有要求那么多 因为没有钱 他们也不会要求那么多 这个市场对我们眷村来讲 那是息息相关了 我们大概有没有记忆开始 这个市场就存在 那它早上起来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啊 妈妈买菜的地方啊 到中午的时候它就收摊了 然后我们到了下午的时候或者是平常放假的时候啊 我们都会到菜市场去玩 那菜市场有一种玩的方法有很干净的玩法 有很脏的玩法 什么叫很脏的玩法呢 这个我记得那时候菜市场啊 在收摊之后那个菜市场那个摊位上面啊 因为是卖什么鱼啊 什么猪肉啊等等的 所以到那个时候啊 到下午的时候很多苍蝇都在上面 然后我们就看谁这样一把一去抓 看能抓多少苍蝇 然后砸在地上 看谁最厉害 我记得有个童话故事讲说 一手一抓能抓多少苍蝇啊 那真的是有那个现象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啊 或吃完饭的时候啊 我们都会在菜市场玩 我记得我学那个小脚丫车就是在菜市场学的 然后那个菜市场旁边有很多巷道 也是我们在那边躲猫猫啊 然后这个玩什么官兵做强道啊 等等都在那个里面 所以这个菜市场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直到今天为止 是我们从外面的人回到眷村里来 一定还是回到菜市场去啊 去吃吃喝喝也好 去吃点小瘦的东西啊 阳村面啊 阿婆的米糕啊 阿明的狐狸冰啊 等等等等 那么都吃懂味道长大了 其实这些卖东西的人 已经到第二代或第三代了 现在卖米糕的那个 以前卖米糕的阿婆 他现在卖的都是他第三代 他们都叫他姨婆 那阿婆都不知道过世多久了 反正这个菜场对我们的记忆 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这个叫米糕啊 对啊 萝卜糕啦 萝卜糕 不要随着人家台北的酒 就是米糕啊 对对对 他们就是讲米糕就对了 他还没改的米糕啦 他应该讲的 后来都改了米糕 这边的那个糯米啊 他讲的材料是什么 是糯米啊 不是糯米 不是 有萝卜在里面吗 有有有 萝卜泥 他整条萝卜把它毛上 不像台北的是那个萝卜虾 那是港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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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妈就是包了豆沙 在包那个的 没有 好 那是你 比较大了 没有 不是 对吧 你是第三代了 对啊 就六十年了 说六十年了 哎 那可是六十年前不是在这边做 对嘛 六十年好不安呀 我们来这边是五十 三十八年来的到现在 嗯 好啊 好啊 那你们是本来包了豆沙 再把它扔開再包那個青蛙蝦 第二次厲害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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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辣菜 看吃這麼辣的 主要你們吃這個吧 是辣蘿蔔菜 對 主要你們吃這個吧 沒有 所以我去韓國學回來的 真的啊 你太了不起 你都發展到韓國去了 我投了年輕那個 正月份朝那個 我就把它學回來那個白菜 這是蔥菜 我們有做白菜 我們有做白菜 做泡菜鍋 就是把這個倒鍋 對對對 那個韓系的不好吃 我們這樣好吃 我現在一做的一坦 一坦做的賣 他也有酸白菜 我也有酸白菜 他白菜等一下賣 我要過兒來看一下 酸白菜 就雞酸菜 我雞酸菜火鍋嘛 不好意思 我還給你去教 你們麵菜多少年了 十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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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歲之後開始做了 對 開十七年了 開十七年了 我說你一歲開始做了 多少年了 講一下 五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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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個 從那個少女 現在 這個車子 五十年前就這個車子 也是這個車嗎 車子有換 沒有換 真的喔 所以配這個車子來怎麼賣 以前的人衣服都捨不得扔 現在 五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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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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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賣的東西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不一樣 以前不一樣 以前是 那現在還是這樣推來吧 這怎麼 這怎麼推得動啊 這怎麼推得動啊 就這樣啊 就這樣啊 你看 就這樣啊 拉來啊 用拉的啊 拉 用走的啊 用走的啊 不然你覺得呢 用溜冰鞋的 這就是定座的嗎 這定座的那些車子 那些車子 你從哪兒拉到這邊來啊 小孩子就這樣拉到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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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邊拉那些 兩張啦 不要在後邊拉那些 多久啦 要拉來走多久 嗯 請問裝很棒 所以你身體才那麼棒 是啊 都是車子的功勞 哈哈 哈哈 那像菜市場裡面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一些地方 小吃啊 比如說像王大大的包子 那王大大的包子 跟您在小時候成長的經驗裡面 他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我這個王大大 我們北方人叫 北方人叫這個 這個爸爸的大哥啊 就叫大大 可是呢 就是大伯叫大大 可是我們這個 為什麼會叫女的 叫女大大呢 反正我們就跟著叫 因為這個王家呢 反正眷村裡面 大家都是像兄弟姐妹一樣 所以我們叫這個王大大呢 就是這個包子 原來的老闆 現在也上天做神仙了 然後我們叫他王大大 然後我們就跟著這個 就跟著這個王大大的這個 旁邊那個就是王媽媽 我們叫女大大 就這樣叫起來 這個他們家呢 以前住的地方是在 是在包子的對面這邊 後來才搬到那邊去 那我這個聽我媽講了 這個聽我媽講 這個王大大 以前在在大陸的時候呢 家境還不錯 好像也娶過一個太太 好像是這樣子 反正就到台灣來了 到台灣來了之後呢 然後我這個女大大呢 好像是跟著 跟著他的父親一起 一起來台灣的 跟著軍隊一起來台灣 是不是這樣子 媽 不是他沒有父親 他就是跟著大大 跟著這個 跟著部隊來的對不對 對 那跟著部隊來的這個 我男大大看起來長得還不錯 那我女大大 你們在鏡頭上也看到過 我媽媽你覺得我女大大長得怎麼樣 像女匪幹 我們劍村的媽說女大長得像女匪幹 這個他們對夫妻很有意思 他們故事是講不完的了 他們換了很多工作 就是一直在 就是劍村的人一直都在 爸爸媽媽為了養家活口 都一直在做各種不同的生意 他們做過很多生意 比如說有賣過燒餅 有賣過杏仁茶 有最有名的呢 就賣過這個酸梅湯 以前就在現在這個賣包子地方 他賣酸梅湯 一個大冰櫃 然後那還有個冰鑽子 然後冰塊 然後砸上那個冰塊之後 碎的冰塊放在玻璃杯裡面 我們從小就喝他酸梅湯長大的 現在你在台北看到的 涅济酸梅湯啊 其實那個整個的那個 整個的秘方大概 我想就跟王岐酸梅湯差不多 他們家做過很多生意 為什麼做生意呢 我這個男大大呢 有一點點特殊的嗜好 什麼嗜好呢 如果我男大大 如果那個時候就認識 Las Vegas的話 他一定會在Las Vegas待很久 為什麼呢 我男大大喜歡 喜歡打打這個 喜歡賭一賭了 就這樣子 所以呢 其實在眷村擺小吃 也賺到不少錢 不過我男大大也花了不少錢 那我女大大反正就 也不准她賭 不准她賭的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你賭 我也賭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 這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過兩個人的手藝是很好 那兩個人呢 也每天吵架 每天每天吵架 就拿這包攤來講好 這包攤也開了 大概二十多年多 他們這個包子是這樣子 我男大大還在的時候呢 跟我女大大 反正每天早上吵架 吵架家裡的事情 就吵來吵去 那這個 這個包攤呢 這本身呢 這塊地方 也是眷村 早上啊 很多 爸爸媽媽啊 反正有時候 沒事兒去幫忙 然後在那邊聊天啊 喝茶 吃包子 有時候呢 就是聊聊天 幫幫忙忙 也就不要你錢了 就吃個包子也不要錢了 反正大家像一家人一樣 那這一群人 反正就在這個包攤裡面呢 就是每天早上見面 我男大大跟我女大大 把他們每天吵架 那我們幾條幾條路啊 這條路一直通 就通到沈家中 那我就讀沈家中的 然後很多學生 就來買包子啊 很多上班族來買包子 就每天跟他們吵架 那大家都很害怕 他們兩個幹起來 不他們兩個好像也沒在別人面前 打過架 反正每天罵每天吵 然後我男大大 比較不講髒話 可是我女大大呢 是這個 我女大大算是這個北 他們講說是北京的鄉下人 比較 好像不講 嘴巴裡面不帶點髒話 好像不會講話一樣 反正就一邊吵啊 一邊賣包子 這個有時候那個樹都忘 那幾個 多少樹都忘了 反正就往裡面丟包子 所以有時候我同學 我同學 我以前加入我的同學 最喜歡他們 吵架的時候來買包子 比如說十塊能買兩個包子 有時候會吃到六個 因為吵架就變這樣子 那後來呢 我男大的 我男大好像有一次 這騎腳踏車出去玩的時候 到哪去玩呢 這個也不太好解釋 眷村的爸爸有時候喜歡去看看 看看歌舞團 嘉義有名的一些歌舞團 然後騎腳踏車去玩的時候呢 就是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後來就這個 後來就過世了 反正兩個人吵了一輩子下 然後後來我大姐有一次就問我 這個女大的 就說 就問我女大的說這個 你們兩個吵了一輩子下 到底 你到底愛不愛我男大的 有這樣子問 那眷村的媽媽怎麼會說 我愛不愛呢 反正講了一句話就說 我如果不愛她 我她媽每天跟她吵架 這就是這個吵架包子 我們都叫她吵架包子 所以這個 對我們村子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女大的生命力 是非常非常地強韧的 我覺得她一天不罵人呢 她就包子也做不好 然後呢 東西也可能做得不好吃 人可能也活得沒有精神 所以我覺得這個包子店 對我們眷村來講 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精神堡壘之一 大大你家要多早起啊 我四點 四點就要起啊 我也睡啊 我也不要鬧零到四點準醒 自然醒 幾十年了都這樣啊 多年來的生活習慣了 規律了 那您這樣晚上幾點睡覺 我差不多有時候累了 就是九點多鐘就睡了 不累有時候也十一點 有時候他們都回來就不正常了 幾十年那天 開始有沒有哪一天休息過的 很少休息 幾乎不休息啊 我家裡有事 刮台風我都出去 刮台風也賣 因為刮台風生意也好 刮台風怎麼賣啊 下大雨的 你看這風普通 家裡沒有多少風 做生意還是可以 還行 因為我們年輕時候 刮台風都出去看 不幹不行 那十個人吃飯 五個孩子都說你不幹 行嗎 嗯 茶 茶早就泡好了吧 對 很貴啊 很貴啊 你告訴我幾個 就完全上菜吃 很少別 對 這涼著吃也可以啊 就生著吃 包個東西吃也可以 生著吃也可以啊 我吃不行啊 反正要是 要是 就要是 就要是 開箱了 好 來 好 好 好了 好 你們去啊 好 好 好 來 哎 來 还要过来啦 来来来来来 好 现在包子都长了 慢慢吃四个 再等就不吃了就完了 越吃越少了 再最后就完了 这边年纪健康 看吃包子素的 那最后不吃了完蛋了 你反共意思 你反共意思啊 對 哪邊來的 怎麼知道 大老講的 不難講一下 不亂講 他裡頭不會講給你啊 哈哈哈 那裡 大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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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讓他們看看這些老照片 哦 然後都給他們 好 好 然後他們回來 回來 胡媽媽 你看眼睛多大 這是胡媽媽 這是田井人 哦 老田井人 這是亞媽媽 亞媽媽 胡媽媽 是河南人 北京人 您同鄉 這是河南人 這個是河南人 他爸他媽是河南人 胡媽媽 他媽你退後從那邊再走一趟 不用了 對 我再開玩笑 不用不用往前走 開玩笑 唉 我那個管鄉的人 不家人 不家人 人家這個是老眷區的老人 老人 走 來吧 你走你的 來啦來 你走你的 我那個管鄉 不是 這是就照我們老人嘛 那你還要怎樣嘛 還掛掛妝 哈哈哈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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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收音啊 不收音啊 收音 不要亂唱 沒有關係 一邊走 一邊走呢 沒關係不用管我 右腳 昨天你买的什么 你还要是买的肉 黄瓜 你还要是什么味道 木耳木耳 冬菇 要吃火锅啊 吃大卤 对对对 吃大卤面 吃大卤面 你看菜是大卤面 我买菜回来了 这妈妈们都买菜回来了 买面 对那个面 反正你再吃面 吃面都多 这个她的儿子现在在雪梨 在雪梨做建筑的 很有成绩 这是杨妈妈 这杨妈妈的大儿子 是英文界的权威 教师 很好的教师 看您说的好哪里 咱们那么好啊 这是李妈妈 我妈妈 黄妈妈 等我们照上了 对啊 照上了以后都不能像 像姑婆式的照出来 不会 这是 这是 你还擦点口红 你想我们像个疯子呢 这是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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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才是成绩 是吧 你看你生了那么多孩子 有金融界 挺有名的 这是成绩 成绩的岁月才会留在脸上 这些的 是吧 这是成绩 这是生活的成绩 这不能说是老 是老 最终感觉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很舍不得离开这个地 是 因为搬来的时候 我还不满二十岁 是 三十八年搬来的 我在这个地方 这四个孩子都是在这间房子生的 是 韦龙的爸爸呢 跟奶奶呢 也都是在这走的 是 不管是痛苦也好 是欢乐也好 没关系 不管是痛苦 欢乐总是个回忆 总是忘不了的回忆 所以是离开 心里真的是很难过 虽然这房子破的这个样子 又进水 又淹水 可是他总是我住了五十多年的家 对这个地方的感觉 我心里头 我说不出来 我还是高兴 我还是 总还是留恋这个地方 虽然住新房子应该是高兴的事 可是我高兴不起来 非常舍不得 对 舍不得 对 舍不得 底部 橘子 橘子 谢谢大家